1 那個 VBA 其實特別注意喔 VBA 裡面 它不需要另外再有個什麼 Render Range 它就 RND 這個函數 它就可以幫我們變出我們要的那個輪數 只是它變出來的輪數 它的範圍是從 0 到 0.99999 對 小數點 就在這區間跑 所以如果你今天要產生 1 到 20 的話 變成說什麼 你要乘以 20 再加 1 因為乘以 21 就是說 它如果最小是 0 0 乘上 20 還是 0 那最大的話呢 0.99 最大的話就是 19.99 有沒有 如果外面報 INT 把它去除小數點 去一下小數點就變成 0 到 19 如果你要 1 到 20 把它後面加 1 比較好 懂的意思吧 OK 有沒有 這個 加 1 就可以 所以如果這個是 那個什麼 畫有版本 其實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可以把它一樣 複製貼到哪裡 如果你就貼多一個模組 要不就是直接貼到這個下面就沒關係 要把它持齊一下 請在 1 到 2 直接猜一個數字 10 太低了 高一點 那就是 16 太高了 低一點 高一點 那應該是 14 15 恭喜答對了 好 有沒有 一模一樣 那差別在哪裡呢 其實喔 各位有沒有發現 就是幾個地方嘛 剛剛那個 R&D 這個地方 另外的話還有什麼 File 有沒有 我們是 File 貿號 這邊叫 Do File 貿號 沒有貿號 不過意思是一樣的 OK 但是底下會有個 R&D 有沒有 這個地方不一樣 那邏輯判斷呢 基本上 也差不多 只是離開回圈的話 叫做 It is Do 特別是這可能要數一下 都是一些小細節 其他的話我想 也沒有那麼多的不一樣 OK 寫球 你會發現 兩邊是可以互通的 最好是這邊寫完 那邊也可以寫得出來 OK 大概是這樣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再另外再寫一題喔 所謂的 Mines CAI 這個也是一樣 可以限制啦 那一樣 待會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另外有一題就是 Mines 這個 Mines CAI 裡面的話 主要的那個邏輯非常簡單 一樣 我先 new 一個新的 module 這 module 名稱 叫這個 OK 然後呢 這個 module 裡面的話 那我就是 答案在這裡 一樣用 random 它其實程式非常的短 沒幾行 比如說呢 我把它執行一下 給各位看 這個 如果我今天呢 一到十二月 問題為 這是幾月 也就是說呢 有點像那個英文 考你英文單字 這是幾月呢 那如果大家 你一定要猜對為止 一月不對 二月不對 三月不對 那就是四月囉 OK 答案正確 這題好像邏輯更簡單 反正就是一個蘿蔔 一個坑的概念 一定要對啦 OK 甚至你也可以把它用什麼 中翻音音翻中 或選擇點之類 有點像那個 測驗 線上測驗的概念差不多 那只是說呢 我要怎麼樣可以做出這個結果出來 首先的話解決哪一個問題 英文月份的部分 要隨機喔 有沒有發現 第一次 再執行一次 有沒有 每一次都不一樣 那也就是說呢 我要如何讓這個地方 每次都不一樣 所以這個地方當然喔 亂數抓 可是亂數只能是數字 所以喔 比如說我就是一到十二好了 亂數幫我隨便抓一個 那問題來了 我不可能說問題為一到十二 放在這裡 那可是問題我要怎麼樣可以從數字 變成那個字出來 這個地方可能需要學會一個東西 就是所謂的串列 特別說後面還會再講到 什麼叫串列 各位可以看一下 所謂的串列 其實英文的意思叫list 那list就是清單 也就是說有點像Excel裡面的那個 有沒有 Excel從上到下的清單 那只是說在Python裡面喔 他沒有像Excel可以直接放 那怎麼辦 我們可以這樣放 就第一個 第二個 第三個 第四個 第五個 一直往後放 中間加豆點就可以 可是你會想說 啊 老師這有點 有個地方 瓜哥哥哥看出有點怪怪的 這個地方的話 第一個 為什麼老師你把它放兩個雙引號呢 空下來 其實跟各位講 這個所謂的串列 它以後的運作方式這樣 如果你要抓這個資料的話 那它是MS 變數名稱中瓜湖 裡面要抓這個的話就輸入0就可以 這個抓 輸入1就可以 所以輸入1的話抓到這個 輸入2的話抓到這個 3 4一直被推 也就是說它的所影值喔 特別是要從0開始 那有個麻煩的地方 也就如果我把1月份 1月GENERALY放在這個地方的話 那變成它是第0個位置抓到1月 2的話抓到2 第二個位置喔 它變1抓到2 所以變成說什麼 它的之間就差1 那很麻煩 一下它加1 一下它減1 所以為了避免這個麻煩 乾脆什麼 把第一個空下來就好了嗎 這樣的話以後你就不用管說要加1或減1了 OK 那接下來的話呢一樣喔 我們底下就是Random Random Range 從1到12之間幫我隨便抓一個喔 放到MR裡面 那再來一樣喔 畫一帽號 所以你會看邏輯跟剛剛一樣 畫一帽號喔 然後輸入 輸入的話呢就是讓它什麼 可是問題我要把這個問題為什麼 輸出到這邊讓它填 所以喔 input 問題為 那我要怎麼隨機抓很簡單 因為剛剛這個地方喔 這個是8 8月對不對喔 所以呢 它等於是MR裡面就是放8 那如果我要把這個東西抓過來的話 它在哪裡 它在這裡 實際上它的位置就是0123 這個是8就對了 所以我要抓它的話 這MS 中瓜圖 把這個8的數字放過來 問題為 串接在中間有沒有 它就會把這個資料呢 丟到這邊來了 這是幾月呢 這時候的話呢 我就輸入嘛 輸入的話呢 當然我可以有 其實這個邏輯很簡單 不是對就是錯 所以我如果輸入2的話 錯為什麼 輸入2的話呢 那我一樣int轉型過來 放在M裡面 欸 那M的話呢 這個時候我放2 可是它實際上是8 那兩個有沒有相等 2有沒有等於8 沒有嘛 所以跑去else 答錯了 那底下因為沒有break 所以它要跳回來 對不對喔 欸 跳回來之後的話呢 一樣嘛 接下來的話呢 除非我答對 輸入8 8的話呢 那就輸入8等於8 答案正確 break 這個時候就離開了 我們來試一下 enter 答案正確 OK喔 所以你會發現啊 底下這個邏輯喔 反而比剛剛的還簡單 哇剛剛的話呢 有三個 現在只有兩個 但是如果請各位喔 待會試著把這一題喔 改一下 只能拆三次的話 欸 改哪裡 其實到底一樣嘛 對不對 把這邊改一下 然後底下的話喔 一樣喔 再多一個邏輯判斷 其實改的方法幾乎一模一樣 就可以做出來 來試一下啦 畫面以前還給各位喔 最多只能拆三次 或者最多只能拆兩次也可以啦 拆一次喔 反正這次數你可以自己定喔 就這樣嗎 呢 up 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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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